那有个花友非常有意思 也是非常喜欢绣球花才关注的老花姨 然后问我 绣球花有种子吗 我跟大家说啊 绣球花是有种子的 他说呢 他跟朋友买了几百颗种子 一个也没种出来 绣球花的种子呢 第一 它非常的小 很难收集 第二呢 它的存活率呢 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搞种植的哈 可以负责任的说 99%的人不会拿绣球用种子去育的 为什么呢 你看绣球这种东西呢 剪个枝条下来 就可以去牵插 很省心 繁殖速度也很快 从种子的话就比较麻烦 对于我们养殖户来说呢 就觉得比较磨叽 所以说没人用 好吧 所以说大家在养的时候呢 就尽量的 就不要考虑种子这个事了 有的话会问到 这个绣球花怎么牵插 那么呢 接下来呢 给大家放一放 之前我给大家做一些绣球花的 一个牵插视频 大家找绣球枝条的时候呢 尽量的选择这种鲜嫩的 鲜嫩的 这样的话存活率会更高一些 好吧 直接剪就行了 之后呢 把这个叶片 由于绣球的叶片很大 它容易脱水 这样剪 这样子剪 剪叶片是为了防止它脱水 尽量保留叶脉为主 如果说 整个环境过程当中 没有什么菌的话 大家可以不用一些杀菌药 如果说 感觉不自信的话呢 就要用一下 我在消毒工作做好了之后呢 就是一个 另外一个过程了 像用一些这个生根叶 我用的的是会玩的快速生根叶 往水里面放几滴 以便透水 在那的时候花盆尽量的选择小一点 小一点的更爱长根 透水性会更好 很多话说 在千叶的时候成活率不高 也可能是用的花盆比较大 我这个花盆就用的比较大了 可以用小一点的 大家最简单的就是用那个纸杯嘛 用纸杯就可以 纸杯扎几个洞那种感觉 既然透水呢 这个就要做保湿了 保湿的时候大家可以怎么装呢 可以套个塑料袋之类的用 大家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 避免强光的一个暴晒 然后呢 就是给它套个塑料袋 视频的最后呢 跟大家说一下 锈球分为很多品种 有木锈球 木锈球呢 又分为欧洲木锈球和中华木锈球 中华木锈球呢 有麻球和豆球 另外呢 还有圆锥锈球 还有这个立叶锈球 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正常问到的一些个大花锈球了 锈球的品种很多 最近也有滕北的那种锈球啊 落跑新娘之类的 而且呢 锈球品种会越来越多 喜欢锈球啊 可以关注老花一 我们这边有260亩的锈球 记得关注啊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高一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